亚运孙星林替补男救主,门将送礼韩国一比二不敌大马故意闭中国,北京时间8月17日,在亚运会男足一组第二轮的比赛中,韩国遭遇马来西亚,最终韩国报冷输球,以一到二告负,孙星林替补登场没有见数,马来西亚两连胜提前锁定投名出现,韩国队则有可能以第二出现进入淘汰赛的上半区, 从而在可能的四分之一决赛避开中国,韩国和马来西亚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曾经相遇,韩国队二比一取胜晋级,与马来西亚的比赛,赵贤佑和孙星林都没有出场,开场仅四分钟,韩国队门将送半根出击失误,拉西德抓住空门良机得手,一比零,马来西亚意外取得领先,随后的比赛,韩国队虽然占据着场上的主动权, 但是终未能取得半平比分的进球,上半场比赛结束前,拉西德抓住机会没开二度,马来西亚带着2比0的领先进入下半场,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,第57分钟,孙星民终于替补登场,但韩国下半场,只要将球送入禁区,就在马来西亚门将的控制范围之内, 第88分钟,韩国队禁区前沿飘船,黄毅住禁区内面,对马来西亚门将统设得手,1-2,第90分钟,孙星民禁区前沿操刀 主罚任意球偏出,但随后的比赛,韩国队还是未能取得半平比分的进球,最终韩国1比2告负,马来西亚取得连胜提前锁定小组第一晋级, 值得一提的是,一组的,投名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与中国队碰面,而获得小组第二名,则将进入上半区,四分之一决赛有可能面对乌兹别克斯坦,韩国队首发阵容,一送赞根,二,黄贤秀,三,金文哉,十三曹有民,四,金振野,十九金建雄,十二李诗英,八李建贤,二十金正民,十六黄毅住,九黄毅住, 几菜